C4428 ProBasis 嗨 大家好 我是米圈 我是阿洋 我們今天呢 因應現在的潮流 植物奶越來越夯 大家都不喝鮮奶 很少喝 可能想要健康 或者是想要減少碳足跡 或者是預防長痘痘 對 就會少喝鮮奶 但現在有很多替代性的植物奶 我們今天找到三間飲料店 都有做植物奶的飲料 我們來看他們好不好喝 沒錯 來 第一間 太讚了 太讚了 它的植物奶是椰奶 太讚了 皇家草莓椰奶100元 它上面說要先搖勻喔 搖勻 搖一搖 這好像有一點點果肉在下面 先跟大家講 我真的超級超級超級討厭椰奶 所以我如果變臉 大概表示我個人問題 就表示它是真的很鹽 對 但是我願意為了這個 嘗試看看 可以調甜度嗎 好像不行 我喝的時候 我喝的時候 我喝的時候它沒有給我跳 我覺得它的椰奶味超濃 然後因為泰國的飲料 真的真的是很甜 但是草莓比較像是加草莓降下去的感覺 還好它這麼甜 我有稍微蓋過那個椰的可怕 所以我還能喝只是不喜歡 但是還可以喝 草莓椰奶給它分是不是 7分 椰奶分喔 椰奶分 在惹皇家芒果椰奶100元 這感覺是很多芒果果肉耶 有耶 好大塊芒果喔 裡面有這樣子的芒果本人 很大塊耶 芒果味挺重的耶 它芒果感覺有醃過耶 我覺得它芒果特別的甜 芒果味跟椰奶味 它們會同時出來 有融合 有融合 我覺得很優秀 這杯無微合 我覺得比草莓還好喝 芒果椰奶 芒果分數是 都是堅果奶 就專門做堅果奶飲料店了 全部都是不含牛奶的 所以不喝鮮奶的人 一定要記得這一間 NATI烏龍堅果奶茶90元 我覺得算是他們店裡面的招牌 你去店面的話 他如果給你試的話 他可能都會給這一個 挺香的耶 它那個烏龍茶香 烏龍茶味 茶香是很香的 我覺得就喝起來淡淡順順的啦 我只想要比較常點半糖 半糖好像會更開心一點 微糖的話喝起來蠻健康的 就是對很健康的奶茶 給他微糖的分數 這個烏龍堅果奶茶 給他分數是 7分 NATI葡萄堅果奶蓋茶105元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各種奶蓋類 他的奶蓋類呢 都會附給你一個小鏟子 欸他鏟子很有質感耶 對啊 請看他的奶蓋 哇太濃了吧 看得出來嗎 我叉子放上去 他不會沉下去的 這是冰淇淋吧 沒有奶嗎 沒有啊 也沒有起司嗎 好猛喔 用堅果膜的 超級濃郁 很濃郁的 好吃的鹹奶油不會膩的 葡萄本人 我吃的都葡萄的皮耶 有些人不想吃皮的可能會不開心 因為他超多皮 可是他的皮不會澀 他皮已經打得很碎 他蠻順的 他很好喝 可是跟奶蓋沒有那麼搭耶 可能品項買的不太頓 大家可以不要混著喝 應該很不錯 分開我覺得是很讚 你攪在一起可能就有點可惜 互相搶 這個葡萄煎過奶蓋茶 其他分數是 9分 你可以自己選 然後他的植物奶還有兩種 一種是燕麥奶 一種是杏仁奶 所以我們都買了 沒錯 咖啡印燕麥紅茶拿鐵 105元 好苦喔 我覺得他的紅茶很酷耶 好水喔 他是鮮奶茶那種 可是他的紅茶有個苦味 這個燕麥紅茶拿鐵 給他分數是 我不建議買 咖啡印杏仁紅茶拿鐵 105元 這個是杏仁的 我看到那個果糖在攪動 胡糖吧 好像韓式不甜耶 我覺得他的紅茶真的煮太苦了 跟剛剛的差別我喝不太出來 真的是有色到 好不開心喔 我點飲料 我點飲料不想喝到這個味道 100塊的飲料 而且這感覺是比那個網咖15塊 一杯紅茶或是奶茶還要難喝的 杏仁紅茶拿鐵給他分數是 他比較冰我給他1分 他們兩個程度是一樣的 哇是一樣嗎 好啦一樣啦一樣 就是把當 0分好了 好那我們選MVP吧 今天喝到覺得最喜歡的1杯 1 2 3 欸一樣奶蓋 我們最喜歡的是堅果奶蓋茶 他的奶蓋系列大家都可以點 不一定要點葡萄口味 1 4 4 5 6 7 6